7月19日 有网友在北京环球影城偶遇霍思燕和暗坑 看到暗坑后 对方直言没认出来 他又长高了不少 霍思燕本人又美又瘦 状态非常好 没想到会在暑假黄金当碰到他们 当天霍思燕身穿黄色上衣 搭配白色短裤 头戴一副帽和墨镜 一头长发皮肩 大长腿又白又细 整个人十分动灵 完全看不出已经41岁 霍思燕手里拿着小黄人冰棍 他正在和朋友打招呼 心情看上去不错 暗恨穿着绿色T恤 搭配深蓝色短裤 脚踩运动鞋 留着帅气的发型 模样十分可爱 与以前的形象可谓是派着两人 暗恨的身高已经到了妈妈的肩膀 只能说现在的小朋友眼眼好 许久未露面就有很大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并没有看到杜江的身影 旁边的应该是霍思燕的助理 拍摄的人透露 原本想找霍思燕合影 但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同意 如果是霍思燕单独出门 她肯定不会拒绝 如今霍思燕丸女双全 可谓是人生赢家 最后也希望她和杜江永远幸福